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2024年5月初受到太阳极大旗磁暴的影响 有许多地方都罕见的出现极光的景象 台湾虽然因为地磁纬度比较低的缘故 无缘跟上这一波极光潮 但是中央大学研究团队成功记录下了 与太阳风暴有关的无线电波暴讯号 今天发现科学专题带您详细了解 缤纷光影有绿色 红色 紫色在夜空中舞动 2024年5月初地球发生500年来 名列前20的强烈磁暴 像美国50州 加拿大 苏格兰 西班牙等 连比较低纬度的地方都罕见出现极光景象 虽然台湾因为地磁纬度较低关系 无缘跟上这波极光潮 不过中央大学研究团队在校内建置的 台湾太阳无线电波观测站 也成功捕捉到来自太阳闪焰和日缅物质抛射的 无线电波暴讯号 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5月8号 9号这一系列的日缅物质抛射或是太阳闪焰 它要影响到地球 这个对应的太阳风结构要影响到地球 它大概需要两三天 所以大概就是造成10号 11号的极光 磁暴 好 但是在5月8号 9号 这些风暴产生 它就已经有对应的什么 无线电波暴 那这无线电波暴因为它是电磁波 所以大概8分钟就可以在地球这边被捕捉到 成功在太阳风暴发生当天 就快速侦测到相对应的无线电波暴讯号 大工程就是这一座直立高耸 建置在中立特高屏雷达站内的仪器 其中两条白线连接追踪太阳的展向器 另一条黑线则连接侦测讯号的天线 三条线对接到室内的机器 就能控制与监测各项数值 那因为我们要追踪太阳 所以转向的话是有方位角水平的 还有阳角就是垂直方向两个方向 所以就是接出来的话 就是那两条白色线 那至于那个黑色线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接在那个我们天线那边 所以黑色线走的就是讯号线 研究团队在电脑上反复观测 各种频率接收到的讯号 只是这些讯号并非都来自太阳活动 所以必须适当调整观测频率范围 并精准处理讯造 才能真正记录到与太阳风暴有关的 无线电波报讯号 这些特定的讯号对我们来讲是反而是变成 是要去除掉的 对所以我们就去想说 那我们想要比较聚焦集中在哪一个频率段 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太阳无线电波报 比较容易清楚的看到的话 大概就是比较相对低频 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说 我们调整频率段是从45到80 780MHz来做观测 将侦测到的讯号经过一系列的处理程序 就能把比较剧烈变化的讯号给抓出来 透过绘制好频谱图可见 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频率 从台湾时间5月9日下午5点开始 在45到80MHz之间 陆续有三段强讯号发生 接着再进一步分析 横轴是时间 纵轴则是强度 抓出不同频率段 在这时间内的强度变化 然后比对太阳影像 就能推测出这些讯号来源 以及距离太阳的远近位置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讯号是来自于太阳吧 那其实太阳产生这些讯号 它是跟我们所谓的电降有关 就是带电粒子 那带电粒子的 就是它的密度多化 又会跟频率有 它的电降频率有关 那这个电降频率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对应到说 到底距离太阳的近根源 太阳风暴泛指太阳闪验 和日免物质抛射 所谓的太阳闪验 是太阳释放能量 在盘面或边缘观测到的 突发闪光现象 而日免物质抛射 是太阳向外喷发大量的电降 近地端侦测到这两个爆发 所产生的无线电波爆讯号 就可以作为太空天气预警使用 避免太空设备 或地面电力系统出问题 太阳的剧烈活动的话 它是会影响到地球上的一些 类似自然环境的变化 像我们说的地球磁层 然后地球电力层 然后或者是地表大气 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影响 然后再更直接一点 就是我们一些的人文名声设施的影响 磁场在短时间内剧烈变化 它就会产生出感应电流 那这个感应电流又会制造 磁场的劳动 可以想见如果我们的电力系统 电流过载 它可能如果有保护机制的话 过电流保护它就是切断嘛 对那如果没有过电流保护的话 它整个就是甚至那个 变压器变电器就损坏掉 所以就造成停电的现象 太空天气预报 对于卫星操控 飞航安全通讯与定位 精准来说相当重要 研究团队接下来 除了强化观测设备 记录更多频率段 无线电播报讯号外 也希望未来能加入全球观测网 让台湾的观测记录 给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使用 接下来的观测记录 就像这样的视频 再次变成了 有关于火车的观测记录